大家好,我們來看108課綱 也就是新課綱的選說生物3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那我們這一段的話呢 也是試用各個版本 都可以來跟著我們的課程一起學習 那為什麼會突然講一下 動物分類簡介呢? 因為我們之前第一招 我們就是把這個動物組織啊 還有這個恆定性啊 我們把它給談了 那接下來就應該會進到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的個論 也就是我們應該會講到 消化啊、循環啊、呼吸啊 排泄啊、內分泌啊、神經啊 免疫等等的 那但是呢 因為在這一邊 我們講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那大部分的話是以人體為例 可是我們到底要講的是 人體生理學還是動物生理學 所以呢在這一邊的話 這個各個版本 他們就會自己多補充一些 那其他的動物的循環是怎麼樣啊 那其他的動物的消化是怎麼樣啊 那因為舊教材很強調分類 那因為新教材已經不太強調分類了 所以我們怕大家會忘記 而且能夠讓以後我們講到 各個循環、消化、呼吸等等 談到別的動物的時候 大家比較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很快的帶一下 動物分類的簡介 那這一段的話 有一點像是國中的延伸而已 因為國中大家也是學過一些的分類 那因為高中現在的課程 已經不強調分類了 然後頂多是以生物多樣性的角度 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繽紛的世界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呢 既然要講了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我們當然主要是以人體為例 但是我們也就了解一下其他的動物 那我們先來談一下 動物是屬於動物界的生物 那五界分類法的話呢 動物界它其實有一些特徵 包含它都是多細胞的生物 那動物界跟植物界都是多細胞的生物 那這個原核生物的話 像細菌都是單細胞 然後呢 原生生物類跟菌物的話 其實有多細胞也有單細胞 所以呢 動物全都是多細胞生物 那另外的話呢 它沒有細胞病 那這個細菌啊 那植物啊 藻類啊 真菌啊 這一些他們會有細胞病 那動物的話是沒有細胞病的 那另外的話呢 它沒有葉綠體 沒有辦法使用光合作用 所以動物界的生物都是異營生物 都是異營生物 所以它的營養方式屬於異營 就表示它的營養類型要靠異營 而沒辦法靠自己 也就是要靠別人 簡單來講就是要靠吃啊 靠吃把東西吃到體內來 那因此它在自然界當中 扮演的角色也就是消費者 因為如果它的營養方式屬於自營 又可以分成化學自營跟光學自營 那總之那樣子它扮演的角色就是生產者 而營養類型屬於異營的 它在自然界當中扮演的角色 有可能是消費者 也有可能是分解者 可是我們動物扮演的是消費者 細菌跟黴菌才有可能是分解者 那就算有一些動物是腐蝕性的 吃一些濕體殘害腐肉的 它也不會是分解者 它還是消費者 這一點大家要記得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先來談一下 簡單的動物分類的概念 最簡單的概念呢 其實也就是動物可以分成 大家比較俗稱的 就是依據有沒有脊椎 分成沒有脊椎的無脊椎動物 然後另外還有有脊椎的脊椎動物 但是這個比較是口語上的 我們一般生活上的 當然我們就算在學術上 有時候不要講得太精細也可以這麼說啦 所以我們一開始先從這個不會太難的入門 因此顧名思義 它其實就是沒有脊椎骨的支持 那通常它的個體比較小 不過也不一定 我們是說通常 因為有一些在水裡面 特別是在海水裡面 有一些無脊椎動物 像有一些水母 是會很大的 比我手筆成這麼大 還要再更大 所以我們還是說一般來說 無脊椎動物的數量 相較於脊椎動物 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數據呈現出來的話 竟然多到95% 因此傷心之下 脊椎動物的量比較少 那但是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是脊椎動物 脊椎動物的話 簡單來說就是有個脊椎骨 那這個大家國中應該已經就學過了 那雖然說我知道大家在學選修生物3 你可能是高二 你可能是高三了 可是這些分類有很多 變成要呼應到你國中的學習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邊對不對 魚類 然後呢慢慢的登陸之後 兩生類 爬蟲類 鳥類 哺乳類 所以要記得我們這一些的話 是屬於有脊椎骨的 我們是屬於脊椎動物 那很多人可能會以為 爬蟲類裡面的蛇是無脊椎動物 甚至還有人以為蛇是軟體動物 沒有喔 蛇那其實是有脊椎骨在支撐的 好 那麼這個是很簡單的分法 就是分成了無脊椎動物跟脊椎動物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現在的重點 就不再放在剛剛這麼簡單的二分法 我們就來談一下 因為動物是戒 對不對 當然我們如果是三育分類法的話 我們其實是這個真核生物育嘛 對不對 那我們要講的是屬於我們動物戒 對不對 如果有育接下來是戒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戒門肛目科屬種嘛 種屬科目肛門戒 所以戒接下來是門 因此我們就來談一下 整個動物界裡面的一些分類 那簡單來說就是談戒 接下來就是門 那大家要記得喔 動物界的門當然遠多於這些 那只是這一些呢 是以前舊教材很強調分類的時候 主要會講的這幾大類 那你也可以說它是跟我們生活比較有關係的 或者是數量也比較多的 因此我們就看到這幾門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動物會有一個共同的祖先 然後接下來呢 在演化的過程當中 慢慢的就會分支到不同的環境 然後呢就形成了不同的物種 因為經過不同的天則篩選 那它可能在演化路徑上比較早分岔出去 那有些是在演化路徑上比較晚分岔出去 可是呢大家都從分岔了以後一直活到現在 所以大家都經過了一樣長的演化時間 那只是說有一些可能他們生長的環境 環境是比較穩定的 比較沒有明顯的變動 所以他們跟共同的祖先長得比較像 而我們在演化的路途上可能一路比較顛簸 然後一路也比較多的磨難 所以呢我們就變得跟我們共同的祖先很不一樣了 那這一個觀念我們到尋求生物四講演化 其實高一生物最後一章也有談演化吧 我們會再有機會好好的跟大家做說明 所以我們就不談那個演化的部分 我們只是跟大家說 這個就是動物界幾個常見的門 幾個常見的門 那我們以前的話呢 會很明顯的講十個字 就是圓 海 槍 扁 線 在這裡 因為找不到線的沒關係 我等一下會介紹 所以我們以前很常講的是 圓 海 槍 當然也找不到槍了啦 對不對 來 不要一直打斷 來 圓 海 槍 扁 線 環 軟 節 集 集 我們以前會講這樣 甚至以前還會說動物界十大門 那但是圓不見了 因為以前的原生動物 我們早期的時候 分類其實是屬於只有兩界分類法而已 然後一些小的動物 我們就沒有細去分開 小的生物我們就沒有細細的去分開 那在這個觀念當中 所以原生動物類 以前也放在動物界裡面一起探討 叫做原生動物們 那當然現在它其實是自成一界啦 原生生物界 裡面不是有原生動物類 原生植物類 然後還有原生菌物類 原生植物類 原生植物類就稱為藻類 好 所以我們的原指的是原生動物類 那當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它已經不在動物界裡面了 它不在動物界裡面了 好 那但是我們還是習慣 原海上點線環環節記記 我只是說我們這樣很順的十個字 那接下來我們就不管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那大家要記得 動物界的門的數量遠多於真些 那只是我們剛剛說 這幾個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跟大家生活比較有關係的 數量也比較多的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海綿 所以它就變成是 既然是動物界 就是多細胞生物 它是屬於很單純的多細胞生物 那這個圖只是一個概念 給大家看一個概括 等一下會有一個一個講進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海就是海綿 那槍 我們剛剛不是講 原海槍 那因為這個大家還記得嗎 以前國中學獸老師 有沒有說 刺絲胞動物是後來改叫刺絲胞動物 早期是叫做槍腸動物 因為它體內有個空腔 這個空腔有腸子的功能 所以叫做槍腸動物 然後後來發現 有這個槍腸的也不是只有它 所以呢就不再用這個當它的名字 而是強調它有觸手 觸手上面會有刺絲胞 有一段時間是叫刺細胞了 不過沒關係還是那一句話 這個圖只是一個概論而已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一個講進去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這個叫做動物體的體質 這個詞有一點怪 現在也很少講 動物體的體質 我們就可以看它的這個 細胞組織器官系統個體 然後再看它的個體 是有怎麼樣的對稱性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如果說像我們人 我們人是兩側對稱 因為你可以看到中間一畫下去 我們有一個對稱面 兩邊是對稱的 看的是外觀 沒有看到內臟 因為如果看到內臟 有一些內臟只有一邊 只有一個 例如說肝臟 對不對 例如說心臟 例如說皮臟 那這個就沒辦法對稱 所以主要是看的是外表 主要看的是外表 所以呢就外表來看的話 如果我有一個對稱面 就是這樣切下去兩邊是對稱的 這種就叫做兩側對稱 這種就叫做兩側對稱 所以呢你會發現大部分的生物 是屬於兩側對稱 你也可以說它就是有頭有臉有尾 當然這樣講不一定 有頭有臉也是一個很好玩的字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談 那另外的話呢 有一些就沒有對稱 因為它長的形狀 比較特別一點 那有一些的話呢 就是輻射對稱 輻射對稱 就是通過身體的中軸 有一條對稱線 那因為通過線有無限多個面 所以它是屬於輻射對稱 那兩側對稱 就等於是身體有一個對稱面 你可以切一刀口一個面下去 它就變成兩側對稱 然後接下來我們還會強調 因為現在已經很少講體腔了 就是體腔裡面的話 身體圍繞出來的空腔 而這個空腔的周圍 算是有肌肉 那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可是當然要講細有一點複雜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少談 這個空腔 這個體腔的概念 大家如果行有餘力 你也可以記得 那沒有體腔 就等於是你身體口感裡面 就只有一個消化道而已 那我們不管這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 好像有個空腔 可是又沒有足夠多的肌肉 然後另外的話 就是真正的身體有一個空腔 然後都會有一些這個肌肉 在空腔裡面的消化道 或者是空腔的外襯等等的 所以我才說 我們現在時間很短 我就很簡略的提一下 那當然不止這些 不過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現在因為分類已經不強調了 所以這個對稱性跟體腔的有無 也已經很少講了 那因為過去有 所以我就稍微談一下 然後接下來的話 原牌恰現在改成刺了 那麼扁就是扁型動物 那麼腺我們以前把它叫做腺型動物 因為它就一條長長的像腺一樣 那這個照片也蠻可愛的 因為它好像繞繩圓圓的 你好像以為它圓形 是因為它一條線繞繩圓圓的 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因為它的結面是圓的 而這個的結面是扁的 所以才會有圓形動物跟扁形動物 因為你看它的橫切面 主要是這個意思 然後接下來環就是環結 以前叫線形動物 那現在就叫圓形動物了 因為我剛剛說了 它的橫切面是圓形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環就是環結動物 軟是軟體動物 結是結屍動物 極極就是極皮動物跟極鎖動物 而極鎖動物其中 頭首跟猥鎖很少 所以重點就是其中的脊椎動物 那這邊又有一個誇號 有沒有發現 在這一邊的話 我們誇到了這幾個 是屬於圓口類 而這邊誇到了這幾個 是屬於後口類 所以你很難想像 我們跟極皮動物 我們跟海星海生海膽 竟然在動物學的分類上面 我們這兩種動物 你覺得看起來天差地遠 可是我們同屬於後口類 你看到海星海生海膽 你會覺得它跟我們是親戚嗎 不會對不對 從某個角度來看是這樣子的 什麼角度 我們同為後口類 它們同為原口類 那什麼叫原口類 也就是說 它的這個胚胎在發生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會有一個凹陷的地方 我們如果把它稱為口 如果這個口呢 它接下來真的就是一個消化道的入口 也就是口 而有另外一個地方 是消化道的出口 也就是肛門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原口類 如果它開始出現的那一個 到最後進來演變成肛門 而是另外一邊是口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叫後口類 那還是那一句話 其實沒有這麼單純 我只是用一個很粗淺的方法介紹 因為如同我剛剛說的 現在已經不大強調分類了 這個對稱性體將的有無以及原口後口 已經沒有人在講了 只是我們剛好有這個機會 稍微跟大家談一下下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自己再去深入的研究 那如果說沒有沒有我沒空 我只是希望把課程給照顧好 那那就沒關係 那就聽過就算了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大概就有一個概念 我們大家有動物的共同祖先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到不同的環境 經過不同的天則 雖然說大家一起活到現在 表示大家都經過了一樣長的演化歲月 可是呢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生命樣態 我們簡單來講 最常講的就是圓海槍扁線環軟結基基 那現在圓已經不講了 然後呢 槍也變成刺的 線也變成圓了 所以它就變成海刺扁圓環軟結基基 所以大概也就是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接下來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我們就講圓已經是原生動物類的 已經在原生生物界不在動物界了 所以我們就從海開始講起 那大家可能會想到海綿 是不是我們這個什麼洗碗啊 或者是用來洗東西啊那個海綿 那確實也是這個詞啊 那最早的海綿確實也是這樣子來的 那當然現在大部分大家洗碗 或洗東西的海綿那都是人造的 那現在只有很零星的那種很小的天然的海綿 有些本來是洗臉或者是幹嘛的 就是海綿動物然後死掉之後剩下的那個部分 然後比較可以吸水啊 可以幫忙洗東西啊或者是幹嘛的 所以我們以前洗東西的話 要嘛就是天然海綿 再不然的話就是菜瓜布 就是天然的菜瓜絲瓜這類的 它長得很大很老 然後裡面的纖維很粗 然後就可以變菜瓜布 所以菜瓜布啊海綿啊 確實都是來自真的生物 真的來自那個植物 然後來自那個動物 確實是這樣子 那只是說現在真正的菜瓜布 跟真正的海綿其實都很少了 就變成是人造的 那承遠了我們現在在講動物不要談這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海綿動物 那海綿之類的動物的話 它主要是固著 然後呢不大會飄移 那淡水海綿少 所以絕大多數都是海水的海綿 然後就如同我們剛剛講的 它沒有明顯的對稱 因為海綿的種類非常多 像剛剛那個照片你可能看起來覺得 它還頗推称啊圓筒狀有點輻射 其實沒有 海綿的樣子千字百態的 而且長得也很難去怎麼樣蓋而潤 所以我們就沒有談它 那海綿呢我們說 它是構造非常單純的動物 所以雖然它是多細胞生物 但是呢很有趣齁 既然沒有組織沒有器官啊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一群細胞生活在一起 它就是一群細胞生活在一起 那有時候好像也各自蠻獨立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好奇 它好像彼此的分工合作 互相依賴的程度沒有那麼深 不過扯遠呢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海綿呢 它就有非常多不同的顏色跟樣態 我們剛剛跟大家說了 那為什麼說死掉之後 剩下的部分可以變成最早的海綿呢 那主要就是因為它其實喔 這個身體裡面的話會有一些鈣質的 這個構造 然後就算它死掉之後還在 所以就是這些鈣質的 鈣質啊 它就算鈣啊 鈣質的 這類的這個珍穀和海綿絲 然後呢 它活著的時候支撐身體 那不知道以前的人怎麼發現的 它就算死了 它就變成是一個可以用來吸水 用來洗東西的一些成分喔 那但是對海綿來說呢 它其實就是一大堆一大堆的群體聚集在一起 然後呢 它們每個細胞排列 有時候會排列成一個空腔 然後會有一個共同的開口 然後每一個細胞呢 就會有自己的方法 然後有一些編嘛 然後呢 來製造水流 然後水就可能會這樣子流進去 然後從一個共同的開口流出來 那在這個水流動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東西附著上來的話 就可以想辦法把它弄來吃掉 所以我們就說這算是過濾東西來吃的 就叫做濾食性 那還是那一句話 我們現在不是要跟大家講嚴肅的這個分類 只是讓大家對於這些動物有一點點概念 好 讓我們接下來講動物生理的時候 大家舉到別的動物的例子的時候 會比較有個概念喔 所以這是跟大家講到海綿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剛剛講圓海腔對不對 因為它以前叫做腔腸動物 身體裡有個空腔 這個空腔有腸子的功能 然後後來發現有腔腸的這個動物也不是只有它 所以漸漸的就不再用 那只是說 比較早期的人跟早期的資料 還是很喜歡講他們是腔腸動物 那或者呢 就叫做刺絲包動物 早期也有叫做刺細包動物過 那因為這個大家國中都學過 所以應該 或許還有一點記憶 我們來幫忙喚醒 那我們就看一下 它的身體主要成囊狀 然後就有一個囊狀的消化腔 那它對外只有一個開口才會叫做囊狀 對不對 只有一個開口 如果有兩個開口就會是管狀了 是不是 所以國中學會強調 我們有消化管 或叫消化大 那它沒有 它只有一個開口 所以它是入口也是出口 所以從這個讀來看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 它這邊身體只有一個開口 那東西塞進來也是從這裡進來 然後剩下的渣需要出去 也是從這裡出去 那裡面的空腔就叫做囊狀的消化腔 或者就叫做槍腸 或者有人會把它叫做消化循環腔 會有人把它叫做消化循環腔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就會說了 它們很特別的是 在這個開口的周圍有觸手 而在觸手上有刺絲包 所以呢 這個是很特別值得一提的特徵 因此就叫做這個門的特徵 叫做刺絲包動物 那這個觸手呢 它就會去纏繞包圍 特別是上面的刺絲包 因為刺絲包受到刺激之後 這個刺絲會射出去 然後就會對獵物有攻擊的這個效果 然後接下來甚至有一些會麻痺 然後就可以把它拖進來 然後塞到口裡面去 然後再想辦法把它分解掉 然後呢接下來的重點是 一些初步分解的渣 然後再進到這個每一個細胞裡面 那但是還是有一些分解不完的啦 所以呢 剩下的殘渣 一樣由這一個開口排除 因為它只有一個開口 是入口也是出口 那我們現在是在講動物 有時候不小心講著講著 像我剛剛就講到消化了 到時候消化的篇章 該講我們就會講 現在只是介紹一下動物而已 那一般來說的話呢 它都是生活在水裡面 不然的話它在陸地上 它也撐不起來 它也挺不起來 那可能大家還記得 剛剛講過 它是屬於輻射對稱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剛剛講 對不對 它的口周圍有觸手 然後觸手上面有刺絲 這跟什麼 這跟補東西抓東西 來吃有關 所以它都是屬於肉食性 那很特別值得一提的 我們剛剛說過 當作它這個門的特徵 就是它有刺絲包 所以這是一個放大的刺絲包 它當然是位在觸手裡面 所以呢你可以說 它這個受到刺激之後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特殊的刺絲包裡面的刺絲 就會射出來 然後射出來的話呢 就看它是要抓獵物 還是要抵禦外輪 例如說你在海裡的時候 你如果遇到這個水母 對不對 那你可能看不見 因為它在水裡可能是半透明 當然有一些水母是無毒的 也沒有關係 那重點就是在於 你也不知道它的 小羊拿在瓜子 開玩笑 水母沒有拿在瓜子 你也不知道它是把你當作獵物 還是它把你當作敵人 反正它的刺絲可能就會往你身上射 你就莫名其妙的很痛 有一些的話無毒 有一些的話一點點毒 有一些的話非常毒 就是非常小可能 所以只是跟大家提起它的這個刺絲 那這個應該國中的時候有學過 不過沒關係 我們也是一樣提醒大家 那大概就是水席比較會是在淡水 那其他的這個珊瑚海葵水母的話 主要都是在海水裡面 所以珊瑚是一種動物喔 那只是它們會堆積探測骨骼 然後整個珊瑚焦越來越大 然後呢上面一個一個軟短的 那個才是動物的部分 那是珊瑚 或者我們說一個一個叫珊瑚蟲 然後呢海葵水席珊瑚蟲 都是固著的 水母呢它是可以自己游泳的 可以自己游來游去的 所以你也可以說 牠們都是地這樣 然後口上面有出手 而水母的話就是反過來 然後牠就會游泳 會跑來跑去 游來游去不是跑 好 所以這是跟大家談到 大概了解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圓海槍扁對不對 當然不是槍的已經是刺了 所以海刺扁 接下來就是扁型動物 因為牠的橫切面看起來是扁扁的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他科學家認為 最明顯的特徵 然後呢你也可以說 因為牠扁扁的 所以相較於圓的 扁扁的話 這個表面積會比較大 圓的話 單位體積的表面積 或者是單位面積的周長 圓形是最小的 那牠扁扁的就比較方便 方便牠跟外界直接物質交換 那當然這只是說說而已 只是跟大家談一下扁有這樣子的好處 那另外的話呢你也可以說 牠們一些構造單純的生物 有時候沒有我們熟悉的這一些器官 沒有我們熟悉的這些系統 所以呢 牠就是跟外界直接擴散 然後呢東西就擴散進來 東西就擴散出去 大概主要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的話有沒有發現 牠也一樣是一個囊狀的消化槍 這一點跟剛剛的槍腸動物 也就是刺絲包動物是不是一樣 所以我剛剛就是說 以前叫槍腸動物 因為牠有一個囊狀的消化槍 這個空槍有腸子的功能 所以叫槍腸 那後來發現牠也不是只有腸子 因為腸子是要分解跟吸收 可是牠可以稍微幫忙運一下東西 所以也有人認為牠其實也有一點循環的功能 所以呢就會把那個槍腸 會喜歡把它叫做消化循環槍 那這個不管叫槍腸或叫消化循環槍 或者叫做囊狀的消化槍 這個就是刺絲包動物跟扁形動物都有的特徵 刺絲包動物跟扁形動物都有的特徵 接下來這個很重要喔 有腦了耶 有腦了 原來海綿跟水母都是沒腦的 對不對 然後呢 扁形動物開始才有腦 有腦才有頭啊 因為一般來說 腦所在的位置就是頭 對不對 所以呢什麼叫做腦 對構造單純的生物來說 神經細胞聚集之所在就是腦 所以你不要想像說 那牠很聰明啊 牠大概是幾歲小孩的智商啊 然後牠會不會認人 沒有這種事 對牠們來說的話 牠就是有一堆的什麼 神經細胞會聚集 就這樣而已 不用太用我們的標準來判斷它 所以呢 扁形動物在演化上出現了很大的特徵 就是有了腦的出現 我們會把這個叫做頭部磚化 那或者有時候 又或者有時候稱為頭畫 頭部頭部 頭部胸部腹部頭部 專專門的轉 然後畫演化的畫 頭部磚畫 會有時候簡稱為頭畫 那接下來要放一些照片呢 要小心喔 因為有一些人會害怕 看牠會噁心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扁形動物 那扁形動物的話呢 簡單來講就是分成蜗蟲 蜥蟲跟饕蟲 那蜗蟲的話呢 可能就自由自在地在水裡面生活 蜥蟲跟饕蟲比較會 對我們人來說是寄生蟲 所以或許有些人是研究動物的 會研究這兩種動物 有些人是研究醫學的 會研究這兩種動物 因為牠有可能會寄生在人體內 好 那我們就看到蜗蟲 蜗蟲很好玩喔 然後為什麼很好玩 因為牠看起來好像有眼睛 然後看起來又鬥雞眼的樣子 這其實也蠻有趣的 那另外的話 我們就說到 牠的神經系統已經在頭部 而且呢 那些神經細胞聚集是所在的 就稱為腦 所以大概也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有一些的話呢 是鬥時性 那有一些的話就是寄生蟲 就是吸宿主的養分 然後另外的話呢 牠們的再生能力強 特別是集中的蜗蟲 是個典範 這個大家應該 國中就已經學過了 趕快走掉好了 可能你看了會很噁心 那因為有很多無奇缺動物喔 你就從這個醫學的角度來看 牠就會寄生蟲 那當然在自然界當中 牠就是個生物啦 對不對 牠只是對我們的健康有傷害 而且看得又很可怕 所以這一段的話 可能大家就 我又不要看 要叫你不要看 可是叫你很快地把牠跳過 因為接下來的話 圓海槍扁線 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不講線了 我們現在講圓 不過呢 扁形動物的 有些人就會說 牠是扁扁的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圓圓的 可是圓圓的 你會不會以為是球狀 沒有 牠還是細細長長 而且更好玩的是 這一些動物喔 我們有時候還是把它俗稱為線蟲 那但是呢 就算了沒關係啦 現在已經改叫圓形動物 所以要記得 可是我們不會把它簡稱為圓蟲 牠細細長長的 然後呢 橫切面是圓的 所以叫圓形動物 叫圓形動物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牠的特徵 就是身體細細長長的 然後呢 橫切面是圓的 橫切面是圓的 那這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牠身體是沒有分解的 因為像剛剛的掏蟲 身體看起來有分解 接下來環節動物身體看起來也有分解 而線型動物 或者我們現在叫圓形動物 牠身體是沒有分解的 然後牠是屬於兩側對稱 那大家剛剛看了 我們畫的那個兩側對稱已經講過了 那如果忘記的可以往前翻 沒關係 不是往前翻 就是你把牠往前轉 然後呢 當然從我們剛剛講的 扁形動物開始 頭部狀化的線上 所以接下來大家就都有 大家都有神經細胞的聚集 那但是呢 從扁形動物這邊 我們剛剛講到 牠是囊狀的 對不對 就是只有一個開口而已 但是對於圓形動物來講 就已經開始有兩個開口 或者你可以想像 我們叫管狀的消化管 或者你也可以叫做管狀的消化管 消化管或消化大我們都會講 那不管是管還是大 特別是管 我們就是強調牠是細細長長 然後是腫口兩端都有開口 所以主要是這個樣子 因此呢這個開口進來的就叫做口 出去的就叫做肛門 所以大概也就是這樣 那當然牠們也有 自由自在生活的物種 那但是跟我們人比較相關的 或許就是一些寄生種 除非在學術研究上面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牠有很多都是屬於寄生 像我們剛剛講的扁形跟圓形 很多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那這個看起來就不是很令人愉快 趕快把它翻過就好 所以有一些就會寄生在我們體內 有些是在消化道內吸養分 有一些的話呢 就是會在我們的組織 然後就會影響到我們這個組織液的回流 影響到我們淋巴液的回流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使得肢體腫脹 這種病叫相比病非常可怕